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战 现在呢又睡这个客房了 天气有点凉了 睡房里面呢暖和一点 以前呢我一直睡外面那个沙发的 是这个样子的 很多人呢都说是吧 小爷爷就说假怀孕 是骗我的 这个事情呢肯定不是真的 因为呢他以前呢也确实是骗过我 三番五次的呢跟我说是吧 怀孕了怀孕了 结果呢后面呢都是假的 确实有这个样子的事情 难来呢这个东西说多了是吧 就真的没人信了 不过呢这次呢确实是千真万确 没有假怀孕 我也希望这个事情是假的 但是呢这个事情呢 千真万确确实是存在的 我呢其实真的不想面对 我也不希望他就说怀孕了 因为呢这个事情呢 压根就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 我为了证实这个事情 我还特地就说跟他去了医院嘛 就跟他就说交了费用 然后呢看着他验血 看着他呢做鼻操 看着他呢就说是吧 医生给他这么诊断的 这个事情呢 已经就说是吧成了事实了 瞒不住的 再过一段时间呢 现在的话呢估计还没有到两个月 然后到了五个月六个月的时候 到时候肚子呢就显怀了嘛 肯定会越来越大嘛 我上次我也说过了是吧 就是说你咳嗽你是瞒不住的 你是忍不住的对不对 你怀孕了 这个东西你也是瞒不了的 这个一眼就看得出来了 所以呢我真的我希望是假的 但是呢确实没有假 千真万确啊 句句属实啊 这个事情呢我真的我很烦躁 一说他怀孕这个事情呢 我心里面呢我就特别的无奈 知道吧 不是无奈他就说啊 怀不怀孕这个事情 而是现在是吧 你也知道 我们两个就说啊 分开了办了离婚手续了 然后呢没有什么就说 呃关系了 他呢最多在我心里面 在我眼里面 在我脑子里面 就是一个前妻 那他现在问题是是吧 一直住在我们家 现在也看得到 然后呢一直就是说 霸占着那个主屋 你呢想看孩子 带孩子 和这个怀孕 和这个怀孕 作为借口 作为理由 一直呢不肯就说 把东西收拾好 搬离我们家 我都跟他说得很清楚了 我说你要出去租房子 我给你出点房租 如果说你要去你那边 是吧 我给你出路费 我可以送你回去 我也送了 结果呢没有送掉 甩也甩不掉 送了又回来了 然后的话呢 是吧 现在又继续待在这里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啊 离不离婚 我要跟你就是说 离婚不离家 反正呢 是吧 我觉得在你这里 有了感情了 我儿子也在这里 那我为什么不能 待在这里呢 我说那是肯定 是不能待待的 你说你待个三五天 是吧 待个十天半个月 这个东西呢 我还能忍受 我不可能说是吧 我现在三十岁出头的年纪 难道你要在我这里 待一辈子吗 一辈子过这个样子的日子吗 我要一辈子啊 还要继续宠着你 惯着你 给你钱花 我哪怕我挣再多的钱 那也是我自己的事 我愿意给谁花是吧 这个东西我可以自己支配 因为呢 不是说是共同财产 现在呢 全部都是我是吧 呃 就是跟他离婚以后 我自己赚了钱了 我现在呢 赚钱比以前厉害一点了 然后的话呢 也赚了多一点了 因为呢 是吧 有点其他的副业嘛 什么东西 所以呢 我就不想跟他再耗下去 是他一直想跟我耗下去 不想让我呢 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不想让我就说重新好 就是说是吧 再组建家庭 不想让我好过 这个事情呢 现在他拖着又拖着呗 怀孕这个事情 那我只能说 你拖着 以后是把孩子出生了 到时候呢 你要把他带好 你要对得起他 不要因为自己的意识冲动 是吧 而害了别人 为自己的书买单嘛